8月10号以后 也当然接到了政府的很多的会 也参加了很多的会 当然跟以前一样 我的感觉好像跟以前一样 也是讨论了很多事情 好像大家真的都要痛定失痛 好好去想很多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有听到很多声音 重建 到底是现地重建 还是异地重建 刚刚李教授讲的 现地重建 好像最近的声音高涨 让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很惊讶 怎么过去几十年来教训 好像还没有学到 我们都很清楚 这些平台 河接地 冲击站 都是什么 都是土石流慢慢地冲下来 慢慢地在那个地方堆积成一个平台 看似平台 看似面积广大 其实这个土石流所堆积的平台 下头都是土石松散 里头孔隙特别多 看起来很平 看起来很大 很多人一看 这一块很可能是很好的重建地方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地方埋了很多人 所以我们常常提出呼吁 既然埋了那么多人 既然让我们感受到这么大的创伤 我们何必在这么大的创伤的 这一块平地头 再重新重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